冬柳怀孕的这段时间里 我沉浸在即将当父亲的喜悦之中 我经常仰望浩渺的星空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 让我感觉到一个人心灵的平静 为了生活中那些锁锁碎碎 庸庸碌碌的东西 焦虑 恍恍然 值得吗 有意义吗 一个人心灵的平静 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 圣者之圣 忍者之忍 在不经意之中 已经沟通了无限 丁科长 搬家了 对对对 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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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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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搬家 搬家 搬家了 搬家了 开不开心啊 丁科长 搬家了 丁科长 搬家了 这 怎么回事啊 那 那个空出来的房间 丁 小槐怎么搬进去了呀 哎呀 这 神科长不是说还没定吗 怎么回事啊 这是 我眼看就要生了 我妈妈下个月交到城里来了 就这一间房 她来了怎么住 我这月子还怎么做呀 不行 我再去找找神科长 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猜住 坐坐 我等 不是说人人有了问题 都得立马解决吧 我这个科长的椅子一坐就是十几年 这不是问题吗 我都没人问过 你要房子 别人不也要吗 这总得有个规矩吧 申科长 我 坐坐 我等 小伙子 你不是最近从天上下凡来的吧 这人和人怎么好比呢 人家丁小槐现在是正科级 你呢 中医学会秘书 科员 要不是我老婆隐喻额在那 我都不记得咱们厅里还有个中医学会 行了 要论排队 人家丁小槐比你多五分 申科长 多多磨等 干不听呢 好了 回去好好想想 想清楚了就好了 实在想不清楚啊 来我这讨论也是欢迎的 实在不行 上省里讨论 这也是可以的 比较的不 广告 小伙子 还不相信 我让你 zombies 厌 你呀 小宝宝 水流出 回忆流出 妈 衣钵睡了 我们家衣钵呀可真乖 这才半岁就能自己乖乖睡觉了 妈 这半年多辛苦你带衣钵了 还要给我们挤在这么小的一间屋子里 真是辛苦你了 没事没事啊 怪我们家大卫 没本事 大卫挺好的研究生呢 哎 我就知道你会有叹气的这么一天 我是为这个事态炎良的社会叹气 事态他炎良几千年了 一探口气他就为你变了不成 那也对 我不应该叹气 别人发达了那是别人的本事 看起来呀 还是我没有修炼到家呀 想参禅又不能入定 人是什么东西呀 我年齐的时候啊 比你还轻高 结果呢是轻而不高 白白做了别人垫脚的石头 叶老师您这些话 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他一辈子坚守自己的信念 真不知道是不是直读啊 令尊的事你跟我说过 他是怎么活过来的 高山阳止 静心行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听你这信心你能做到 心向往之啊 历史上有些大人物真的是逆流而动啊 他们真的是人物 那些人的气性 确实值得景仰啊 可是学起来 就太难了 我学了一辈子 也景仰了一辈子 到头来啊 一事无成一千不知 一无所有一败涂地 这就是我做人一辈子的心得 如果失败的心得也算心得的话 叶老师啊 你啊 要么就入这个局 要么就离开卫生厅去做专业工作 也不至于一辈子 这么不官不明地悬在空中 小池啊 你要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晴 你到底要干什么 骑在墙上两边张望啊 那不是个事儿 不过去事儿 在花生的脚步 卖会